我們選擇做時裝、做衣服 其實背後每一次都是希望帶一些不同的故事給我們的客人 而這些故事通常都是跟夢想和力險有關 我希望分享我爸爸的一句 quote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因為有夢想是重要 但是要去尋找和去develop都是很重要 而且最終其實是要堅持到底 United Kingdom of Dreamers and Lovers的project 是源自做了創作以來這麼久 認識了不同有夢、有心、有 passion 的朋友 我會周圍去interview這些不同的dreamers 然後分享給周圍不同的朋友 希望都是有夢 但可能未敢踏出第一步 去實踐他們夢想的人 可以吸收到這些正能量 他們的成功的個案 或者他們當中遇到的挫折 都會給予到不同的啟示我 作為一個 fashion designer 會更加有力地繼續做下去 我的dream很簡單 我只希望可以不停地繼續創作下去 on the side 可以周圍去吸收不同的 有夢有火的人的故事 將這些正能量發放出去 旅行是可以讓我帶不同的元素回來 進來我的創作當中 我算是一個spontaneous packer 在收拾東西的途中 其實我很少會用checklist 我現在會去丹麥十一個月 是因為我贏了獎 跟我時裝偶獎 Henryk Phippskov 學藝 我比較貪心 所以我經常都想帶很多東西 我通常收拾東西的方法 就是把東西全部攤出來 先把重要的東西收拾下去 然後再加加減減 最後如果還有位置 我就會把我的favorite little things 塞進空位置 我天生好喜歡周圍走 停不住 這件事 這就是讓我開心 我是Kai Wong 我是一個國際民族 我正在完美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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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去旅行 殆滅 於是 阿